1给感慨 谢谢大家 看一下一切是否正常 好 没有问题啊 昨天晚上都看了吗 我看在学历还行啊 有的同学还是在坚持啊 这个打卡还是不错的 有的同学还是在坚持 还是在坚持 还是挺好的啊 那没有坚持的同学提出批评 回去还是得得看 因为这个弯磁板这个东西呢 不要越拉越多啊 不要越多越拉越多 你越拉越多 最后就导致怎么办 就不爱学了啊 一问三不知就完了就啊 所以我们来了这样一次 这个课程 大家都是缘分啊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课呢 好好上好尽全力上好啊 加油啊 好了 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然后明天的课呢 现在还没有那个调整 明天也是在晚上七点 好吗 记住啊 明天晚上是七点上课 明天晚上还有一节 好 来 第一个单词啊 叫做adjacent adjacent adjacent adjacent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临近的 啊 毗邻的把这几个词写下来 adjacent ejaculate 还有subjacent 看看这两个单词 先之后打一下e啊 首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adjacent 其实他们这些词都是近一词啊 意思都相近啊 但它一点点 小小有个区别 有一点点区别 那这个什么叫adjacent room 看咱们家里有没有双猫胎 啊 就这种房间叫adjacent room 那说when two rooms are adjacent to each other 看通过这个小句子能看出来吧 它的用法 when two rooms are adjacent to each other sharing a common wall sharing a common wall is known as adjacent room 就咱们这个班的级别 都应该能看懂这句话啊 它俩都共同一堵墙 比如看你的墙和你妈妈的这个卧室 爸妈的卧室是不是挨着 那这种叫adjacent 叫做adjacent 那什么叫adjacent呢 看这种叫adjacent 这是王菲老师家的别墅 这是建奎老师家的别墅 看到了吗 然后这个呢 这不倒是一家别墅啊 是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王菲老师喜欢粉色系啊 这王菲老师这种叫做什么呢 叫做adjacent 明白了吗 这就是俩的区别啊 adjacent可能连得更紧密一些啊 连得更紧密一些 但是这个adjacent强调是外围的这种接壤啊 会用到这个单词啊 那我先解释一下adjacent这个词 adjacent这个单词 它来自谁来自换 换呀 表示的意思 除了表示啊 这个加入的意思以外 hello打一个招呼啊 刚下火车啊 没洗脸啊 没洗脸 没刷牙 直奔课堂了啊 他想到这里就两个东西能够连在一起 大家能理解是这个动作 叫做adjacent 两个东西能够连在一起 这个叫毗邻 叫做毗邻的啊 下面呢这个about on 看一下他 about on这个单词也是跟他意思一样 也叫做临近 他呢不要想成但是 你想成但是的话就比较麻烦 他仰设的是谁 仰设的是about 就是about有什么意思 about表示大约 近似是这个词吧 就大约离得很近 两个东西啊 第一个是连在一起 这个叫临近 about on 这是一个动词端语啊 他是想到这个about 因为近似嘛 抱着有大约近似的意思嘛 所以这个临近的意思 跟他放到一块 特俩同源的啊 特俩同源的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上面这三个单词啊 那这里面这个词跟大家画一下 一个叫做jac啊 一个是jecd jack的这个词根 那他呢在拉近词当中表示 throw是跟扔有关啊 是表示扔的意思啊 那我们想一想 大家以前学过什么样的词 比如说注射学过吧 注射叫做什么来的 叫做inject 这往哪扔 是吧 往里扔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还有拒绝怎么说 reject 拒绝给你扔回去啊 比如说一个男生给你扔了一个 是吧 一封信啊 你根本就不想看 你给他扔回去 拒绝 所以这个词根先认识一下 是跟啊 扔 抛相关啊 扔抛相关啊 那你看这是往哪扔 一表是向哪扔啊 向外 看到了吧 就这样的意思吧 哎 扔出来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啊 喊出啊 或者我们叫做射出啊 喊出或者是射出 当然男同学 你们懂的 还有一个意思 专属于男同学的意思啊 射出啊 和突然叫喊 就是啊 而是这种感觉啊 啊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好 看下边啊 下一个呢 叫做subjson 这往哪扔 往下扔 叫做什么呢 叫做底层的下层的啊 叫做底层的啊 下层 好 那adjson这个词呢 大家就通过adjson去进 因为这俩词长得也很像 能够扔过去的 这俩看离得很近 直接能够扔过来的 这个叫做毗邻临近 叫做毗邻啊 临近的意思啊 叫adjson 把这五个单词 能够读一下啊 第一个adjson 注意它的形容词用法啊 表语 后面接to啊 往外扔是忽然叫喊出叫 叫出喊出大喊大叫 那下一个呢 叫subjson往下扔是下层底层的啊 这边连在一起的是临近毗邻 a adjoints b 对吧 a adjoints b啊 做一个还是临近啊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啊 下一个单词来读一下 叫做anormally啊 看看这个单词啊 叫做anormally啊 读上写一写啊 anormally其实这个词还是比较好的 你看这个图片就明白啊 什么叫做anormally anormally 那看懂吧 这叫做什么呢 叫不正常啊 它这个词影射的是谁 中间部分影射的就是normal 但是这个不要多写r啊 这个名词大家可以看 它是ly结尾 但它是名词 这个词是ly结尾啊 但是注意它是名词 a呢作为前锤来讲表示否定 这个叫做不正常 叫做不正常反常 看到了吗 叫做不正常反常 anormally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就是something is an anomaly 就用就行了 一些事情是一种反常的事物 作为名词来讲 直接使用即可 那下面这两个单词呢 第一个叫abnormal 这个就还是比较直接 就不是多说了啊 上面这个单词呢 这个是万词万级别的词汇啊 也叫做异常 被离场鬼的 比如说一些异常的做法 你叫abarant practice 对不对 比如说大家可能会看到这个国外啊 可能有一些国家 他们可能比如一些穿着呀 一些习俗啊 那这种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背离常轨 有点反常 比如说abarant behavior 用它都行 他通过谁去记呢 他通过这个词 什么东西你会觉得有点反常 里面有一个哪个词根 通过他去联想去记 就是错误 通过错误去记 就是出现了错误 出现了异常 异常 异常反常 所以大家不要写汉语意思啊 他俩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都是ab开头 这个里面 a作为前置表否定 中间是normal 反常的事物反常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啊 叫做wizard 女同学应该认识这个单词吧 叫做witch witch表示什么意思 witch表示的意思叫做女巫 像吧 女巫啊 所以这个你可以跟他放到一块 那这叫什么呢 这叫做巫师 男巫 但是他还有第二个意思 表示奇才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呢 大家在阅读 也要看清楚 他到底表示哪个意思啊 你根据前后文就能反应过来 比如说我们说叫做 那个华盛顿奇才 咱们看BA的同学 写的wizard 那financial wizard 你不能翻译成一个金融男巫 或者是经济男巫 那就不通 金融奇才 咱们在以前可能会听到 一些什么样的词 比如说天才叫genius 对不对 gifted 对不对 对不对 talented 这样的意思可能会跟他做一个改写 但这个意思就算是一个熟词PE 这个要迟到一下 除了表示巫师以外 第二表示奇才 叫做奇才 天才 那magician表示的意思也叫什么 叫做魔术师 魔术师可以跟这巫师可以放到一块 好 接下来看下面 viable viable 看他的意思叫什么 给大家一个绿色的一个畅通符号 那这叫possible 表什么 就是ok 可能可以这样做 对吧 所以他叫做什么 叫可行的 叫做可行的 能做的 好吧 两个词写下来 第一个viable 第二个 nonviable 就是他反义词 用aon否定 non这个前缀否定 下一个词叫做feasible 然后最后一个叫做practical 写完之后打一下e 没钱的等一会儿啊 没钱的插播一个今天的复习时间 因为今天咱们是早上上课啊 所以这三次的时间是这三次 11点一次晚上5点一次 对吗 晚上5点一次啊 然后晚上睡前一次 这是今天的三次时间 11点打卡第一次 然后17点 然后是21点啊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单词啊 叫做viable啊 绝对有复习课 绝对有复习课的话 那咱们就调整一下啊 调整一下啊 好 那这个单词为什么叫做可行的啊 他这个前半部分注意 他影射的是谁呢 这个wire 他其实影射的是位 这个单词啊 大家注意一下啊 wire影射的是位表 什么意思啊 这表什么意思 是跟道路有关吧 哎 他是跟道路有关啊 他是跟道路有关啊 那able呢 表什么呢 表示的意思叫能 啊 能就是能够有路可走 咱们说大家走到一条路上 你说这个三叉路 那到底是走A路 B路还是C路 那咱们说走B路吧 B路可能是有怎么的 可能这条路是通的 其他两条路都是死路不通 就这样能有路可走啊 从他到他能看懂怎么怎么变的吧 V跟W是一样 对吧 IA和谁呢 和这个啊 和AY这俩是一样啊 IA和AY这俩是一样啊 这两个大家可以看到一起 就是能够有路可走 叫可行 能存活 可行的 能存活的 或者是咱们说能够 生长发育的 大家以后如果出国的话 对吧 就是你妈不放心 你爸就说啊 他能行 他能走啊 能行啊 这个叫做可以独立生活 那None Viable呢 就表示什么呢 叫做否定 表示的意思叫做否定 就是无法生存 一个是有路可走 是能行 能活 那None Viable呢 就是不能活 好 看下面这个单词 这个词现在亚斯和托福当中 就是通考词了 亚斯基本就属于五分词 六分词了 比较简单 大学四级里的啊 也叫做可行 比如说a feasible plan 一个可行的计划 能里吧 可行的一个事情 他为什么叫可行 我解释这个单词 没有背过 可以看一下啊 他前半部分 其实引述的还是这个词根 fact这个词根 我在之前给大家讲过吧 他是跟什么有关 表示make 他跟什么有关 他跟做有关 同学们 他是跟什么有关呢 他是跟做 有一些关系 表示fact 工厂 对吧 制造业 都是来自这个词根 able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能 随时常常这个事能做 他把福音字母这个 特给去掉了 相当于这样的一个造词 能理解吧 相当于这样的一个造词啊 叫做feasible feasible 就是fact 变成了feasible 能做的 这个叫可行 可行啊 最后一个单词就更加直接 他就来自于实践这个词 是不是practice 能够让你实践的 practicable 表示的意思也叫做 什么呀 可实行 也叫做可实行 大家把这三个词放到一起 可行的都是褒义概念 都是褒义概念 读一下 第一个脑子里想是想位 能有路可走的 这边有路可走 所以要可行吗 能行走 这条路有路 下一个呢 叫做没有路可走 无法生存 feasible 叫做可行 能实践还是可行 叫做可行的 可行的 把刚刚前面这几个词 快速回顾一下 来第一个 看这句还记不记得 adjacent room 通过这个短语去记一记 叫毗临的两个房间 临着的两个房间 ejaculate往外扔 叫做射出 突然反出 就是啊 嗷一嗓的 subjacent往下扔 这叫底层下层的 两个东西能够连在一起 中央有连接的意思 连接会叫做临近毗临 about on 大约离得很近 然后你想about about 大约离得很近 还是临近 这边呢 不正常 这个比较好记 反常 那这个是一个重点词 像我们英专的同学 这被A字母 都能看到 ERR把它讲成错误 对吧 有错误的 这个叫做异常 背离常规的 Aberrant Abnormal Aberrant Abnormal Wizard 叫做奇才 巫师奇才 Viable 表示的意思叫做可行 叫做可行的 好 来看这组词 我来写下来 这个词比较多 更容易写一下 动作接下来 第一个pungent 第二个单词 expunge expunge punctilious compunction compunction punch poignant 下面同一词 第一个tart 然后是barbed trent vitriolic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图片 就能明白什么叫做pungent 看这图片能看懂吧 一捂鼻子就明白 就是味道 气味 特别这种刺激 刺激性 今天晚上咱们 最后一次打卡 放在 22.30 放到22.30了 咱们10点半的时候 打卡第三次 刚才一会儿11点一次 然后5点一次 然后睡前一次 22.30一次 好写下了吗 写完之后打一下1 然后开始讲一下这几个词 pung和punc 首先知道他俩为啥一样 这能看懂了吧 咱们已经上了六节课了 上完六节课了 这个 科和哥 他俩这是一样的吧 这俩应该是一样的 你要看清 那这个词跟上 他其实跟谁是同源呢 再简单一点的词 就是来自pn pn咱们在以前有学过吧 pn表着什么意思 是不是叫做真呢 这个p-u-n-g-p-u-n-c punk和punk 跟真有关 用真去刺你 你想想 当年那如萌萌 拿真扎紫微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吧 你看这种感觉 叫做pungent 所以这第一个意思 叫做尖刻的 第一个意思 表示跟尖有关 那尖刻他一般 强调什么的尖刻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言词评论 那里边 比如说pungent criticism pungent criticism 第二个能表示味道上 叫做辛辣的 或者我们叫做刺激性的 辛辣的刺激性 比如说pungent smile 那里边 pungent odor of garlic 就是大蒜的刺鼻的味道 你看这个图片就能明白 再看这个女同志 看很刺鼻的 arm pete 知道是哪个位置不 现在能看懂吧 看图片就要记住了 arm pete 胳膊下边这个坑 就是腋下 也是腋窝的味道 非常刺鼻的 腋窝的味道 那这个也是东西很刺鼻 第二个它可以形容谁呢 形容评论 言词文章这种尖刻 尖刻 就是刺得 所以它其实就取词根的本意 ent是形容词后缀 大家想到这个刺就行 想刺 好 那下面下一个单词 叫做expunge expunge这个单词 表示什么意思呢 叫做删除 我说delete 写同一词就行 咱们给你想一想 delete delete ex作为前据来讲 它表示向哪 向外 对不对 中间这个词根表示刺 所以它强调什么概念 就是把刺拔掉 我们在生活当中 大家有见过吧 就比如说 这手 你比如你盖活的时候 这扎一个刺 你看比如说跟哥这 你看什么扎了一个刺 这个黑色的刺 看到了吧 这种把它拔出来 像是这个动作 这扎一个刺 露个小头 把它拔出来 这个动作 这个叫做 删除抹去 看把你的前任 从你的记忆里拔除 不要让它停留在你的记忆里 这个叫做expunge something from from something 我造一个句子 它也是同样可以听一下 说 I wanted to expunge the memory of that first race from my mind 能听懂什么意思吧 说 I wanted to expunge the memory of that race from my mind 就是要把首次 比赛的这个记忆赶紧抹去 这样的记忆太恶心了 不想记得了 对吧 像大家第一次上万词班 我觉得很辛苦 不想停留这样的一些记忆 这个叫做拔除刺 抹去删除 下一个单词叫做punctilious 就是还是来一次 人家通过扎针去讲一讲 一针一针的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谨慎 就是very very cautious very very cautious 我们是叫一丝不苟 或极为谨慎 都行 非常谨慎 一丝不苟的 你通过刺儿去想一想 一丝一丝 一丝一丝的 一丝不苟 咱们做图的时候 你想一想 一针一针做 一针一针修 你这样想 虽然不是一个针 但是你通过他去想一想 这个叫做 谨慎慎微 非常谨慎 非常谨慎 他的形容词的用法 后面一边会记about 比如说对什么什么 一丝不苟 谨慎慎微 对什么什么 一丝不苟 不尽想慎微 爱同他自己就行 爱同说针灸 针灸是否就是他的一个 跟他同源也是 叫Accupuncture 见过这个单词吗 叫Accupuncture Ac呢是跟肩有关 这不punc吗 还是跟刺有关吗 有学中医的吗 我们来看看啊 用尖的东西刺你 这个叫acupuncture 叫做针灸 那就叫扎针 一针一针啊 下一个单词啊 叫做后悔啊 这个后悔这个意思离得稍微有点远 写上同一词 所以先不要记汉语意思 先写同一词 应应实义的同意啊 这怎么刺啊 COM 比如说表示共同一起嘛 一起刺就是有一种万箭穿心的感觉 对吧 考完试之后啊 是吧 照前面这个同学抄的 但是后来也会发现他是全年级倒数第一 万箭穿心就这种啊 是这种感觉啊 那刀想捅自己两把啊 你看他戴个眼镜 但没想到啊 眼镜的背后啊 是一阵沉默啊 你看旁边那人长得其貌不扬 没想到是保送情华的 是吧 这叫做万箭穿心啊 一起扎自己啊 特别扎心的感觉 咱们经常会说特别扎心啊 这叫做后悔 regret共同刺痛内心啊 好 下一个单词punch punch表达孔啊 咱们有没有在什么铁路部门工作的 演唱会门口那打孔 打孔气是吧 punch the ticket 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就打孔让是他 但还有一个意思 重击这个动作 光一拳啊 punch 第一个意思是打孔 所以还是跟刺有关 打孔第二个意思就是beat 对不对 smite啊 挺好的啊 重击猛击啊 好 看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poignant poignant这个词也是一样 表示言词上尖刻的辛辣的 看到了吧 哎 这言词啊 你看有的人说话非常损啊 东北话特损 其实就是完全不给你留情面 对不对 哎 完全不给你留一丁点的情面 啊 不给你留一丁点的情面啊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啊 尖刻啊 尖刻的啊 point 他这个单词呢 大家脑子里想谁呢 想这个单词啊 哎 他跟那个punch的一样 表示言词尖刻的一样啊 他跟这个词同样就是point point的表什么意思 point本身就表示尖 比如说这笔上面有个小尖头 这个叫做point 能理解吧 哎 笔上有个小尖头啊 这个叫做point 啊 叫做point 也是啊 又表示这种啊 辛辣的尖刻 也有这样的一层含义 啊 也有这样的一层含义 他也第二个也可以表什么呢 就是很酸楚很悲惨的 第二层意思也表示悲惨很酸楚的 就是这种很悲惨的啊 感伤的这种回忆啊 当年是吧 这样的一个叫pointpoint memory 好 来把这几个词跟老师过一下啊 这个G没有发音啊 咱们是不是讲过G可以脱落 你看point 看出来现在一把他给脱落掉了 啊 他俩是同源有他没他没所没所谓的啊 来 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然后这几个词挡住啊 看能不能想起来啊 第一个 pungent刺得 所以叫刺激性的 看这个表达啊 pungent smell pungent smell啊 把刺向外拔除刺叫做删除抹去 pungtelius 扎针就叫very cautious 你可以用阴音同一词去记啊 very cautious 下一个单词啊 叫做compunction 一起刺通内心 想像万箭穿心的感觉啊 他表示叫做这个 后悔 对不对 哎 叫做后悔啊 pungt表示的意思叫做打孔 叫做打孔 中击 最后一个词poignant 啊 poignant表示的意思叫做也是辛辣 啊 叫做辛辣的啊 好我们继续玩来看下面这几个 这几个词呢 其实他们意思相同 都表示言词上非常尖刻讽刺 啊 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特别picky的人啊 就是很挑剔很尖刻的人 就他说什么话感觉都是带刺或者是老妈 看看是不是 也是说话总带刺很毒舌 哎 把这四个词写下来 第一个单词叫做tart tart的这个单词呢 第一层含义就表示酸 啊 他表示酸 咱们吃过柠檬吗 在座的同学 你看这个柠檬啊 咱们要咬一口柠檬的时候 咱们是做一些游戏惩罚自己的时候 是吧 吃柠檬 他这个酸的什么呀 tare tare 他前面眼泪就是 这种感觉能力吧 哎 酸得眼泪流下来 啊 酸得眼泪流下来 这第一个是跟酸有关 就是味道的酸 酸色酸色的 酸色酸色啊 第二个表示什么呢 表示尖刻啊 叫做尖 言词上非常尖刻的啊 酸的两下 是吧 这个咱们南方同学是这么说吗 其实东北也不 东北叫损了 就是好像电视里会说啊 这家他酸我好几好几好几句话 酸我几句 其实这就是一种尖刻讽刺啊 好 看一下一个词叫做barbed啊 barbed这个单词呢 表示也是叫做尖刻讽刺 会叫锋利 它是来自于barbed barbed本身就表示道刺啊 咱们武器上比如说 这种道刺道枪刺 就比如说你看这种是道质叉的 这么这样的一个刺 这扎人肚子里吧 然后往出袋的时候 把什么肠子肚子全拽出来了 对吧 这个叫做刺 叫做barbed bar这个词怎么去积 为什么跟刺有关呢 它是跟哪个词同源 跟这个单词 beard beard的男同学应该认识吧 说叫胡植 是不是叫胡植啊 说胡植吧 你看原因 这是毕地字母的一个错词 因为胡子是什么特点 是不是尖的 是你看这种 胡子是尖的啊 比如说这个女生男朋友亲你的时候是吧 你别碰我别碰我 他一使劲 戳你一脸血 是吧 刺刺你一脸冻啊 所以有这个刺 是这种感觉啊 它是跟这个胡子这个词是同源的啊 就是 跟尖尖刺有关 所以先把这个barb记住bar这个词要知道的话 那加异地就明白了 那其实有刺嘛 咱们说话里有刺所以也叫尖刻 第一个啊 tart 酸涩酸涩 眼泪酸下来 这是有胡子 像胡子一样尖啊 这胡子尖的啊 是吧 那我女朋友就这样说我 对 所以你要剃完胡子再去亲你女朋友啊 要么就戴上口罩啊 是吧 下一个单词啊叫做trent啊 trent的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叫做尖锐 对吧 要不然是把女朋友给扎了吗 啊 好 看下边 戴口罩怎么勤 勤一道就行了 能理解吧 你说都认识好多年了 老老夫老妻的了是吧 戴不戴口罩还能拿的 给扎漏气了是吧 trent的这个比较难一点啊 它是来自全 它来自trent这个词啊 trent表示的意思叫做好勾 跟勾有关 你看这个地方 它是这种感觉 这专把里的词啊 专把班讲嘛 叫做豪勾 它形成勾的形状 是这种 但那勾肯定不能是这样的 那下边要一个大堵子 那就要大洞了 所以勾也是这种尖的 尖勾尖勾 也叫做什么呢 叫做尖锐 啊 言词上非常 这些形容词啊 就不一个一个造句了啊 形容词呢 修饰名词直接用就行了啊 这个比较比较正式一些啊 比如说这种非常尖锐的评论家 叫trent critics 都这么去用啊 trent critics 啊 好看下边啊 下一个啊 叫trent 最后一个单词呢 这个比较难 学化学来看 硫酸见过吗 叫vitro 啊 硫酸 它后面影视的是oil 像油一样 啊 oil这个单词啊 那加了个ic呢 硫酸那非也是跟酸有关 也叫 辛辣尖克 这个不是很好记 我当年是用联想记的 vi呢 罗马数字表是6 加一个tri 6363 63就是硫酸 你这样想一想就行啊 63啊 就是硫酸的 叫vitro vitro vitriolic 6加一个3 加个oil vitriolic 尖克啊 这几个词可能就比较难了 主要还是针对于那些留学的同学和英专的同学看一下啊 好了 这篇的词比较多 跟老师过一下啊半个小时就结束了 how far呀 还没啊 酸的眼泪出来 爸爸脑子里一定要想刺儿不要想他的意思啊 你想意思记不住了想胡子那个词 胡子很尖啊尖克 chent chent 来自chent go vitro 63 硫酸的叫尖克 pungent 味道的刺激 pungent smile 下次我们就会就会就会形容了啊 其实还有一个单词 这个其实也是在美剧当中大家有没有听过他 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啊叫做stink 你可以把它写在旁边啊 也是形成什么呢啊 你看一下啊 不是不是不是啊 stink啊写错了啊 你看一下他啊 stink啊 这个单词呢 每句当中也也应该能见过啊 他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叫做发出臭气啊 就是smelt也是这样的一层含义 你可以写在旁边就是味道啊非常难 闻臭气熏天的感觉啊 比如说it stinks in here 就这里很臭 味道非常的发出 他这个词你看他影射的是谁 他为什么他是动词和名词啊 something stinks 直接用就行了 他能看来那为啥他要发臭啊 他影射的是哪个词 就影射的是刺这个词 是我遮叮咬这个词啊 it stinks 太臭了简直 咱们在宿舍里看 如果有那个室友啊 一个礼拜不洗澡 对不对 那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味道非常的臭 味道非常的臭 味道非常的臭 Rick这个词也有stink的意思 他也有这个意思 你说的room ricks 也是这样的一层含义 它跟stink是同一词 它跟stink是同一词 这个托福亚斯里的啊 可以把它写一下啊 写一下啊 写一下啊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啊 把这几个 预料回顾一下啊 通过例句再看一下 看到了吗 相邻的路机 还是形容词修饰名词 这能看懂吗 so while bikes instead of locomotives now make up the traffic on the 啊 adjacent railroad bed 啊 在路上的主要啊 基本的啊 路上的这种交通工具啊 形容词修饰名词啊 好下一个单词啊 叫做anormally 所以看这个anormally怎么用吗 一般前面都用的是an 就是什么什么是一种反常的事物 什么什么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啊 anormally这么去使用它啊 好看下边下一个单词啊 叫做wizard wizard表示的意思叫做 叫什么叫做巫师 对不对啊 或者叫奇才 那这里边大家就会发现他说 these young wizards 大家可以看到了吗 这里面就是看他前后句 如果讲的是一个包裔概念 他讲的是这个餐厅运啊 金融行业的这样一些人 所以这里面就不能翻译成这些巫师 年轻的巫师了 这些年轻的什么样行家们啊 这些年轻的行家们啊 好下一个单词啊 叫做viable 能有路可走的 这个叫做什么可行 对不对 叫做可行的啊 可行了 最后一个词pungent pungent的注意啊 这个在托福亚斯里考第一个啊 就是主要其实主要考这个考的比较多 托福里有这个词stink 它来自刺鼻这个单词 就是stink啊 刚才有同学还说一个词rake啊 也是也有表示啊 这样的一层含义啊 也表示什么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发出臭气啊 你说it rakes啊都行啊 都可以用这单词啊 好 那这里面到这里就不说了啊 看下边啊 下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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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下来看这这这几个谴责的词啊 谴责其实我们学过最简单的词是谁 就是blame啊或criticize 这在考研里都有 criticize啊 但是这两个就更加简单一些 我上面写这俩大家都认识吧 上面写这俩大家应该都认识啊 嗯 好这几个re开头的词re一共有三层意思啊 咱们上了七节课了 希望大家把这三个re的含义都了解 第一层意思呢表示的意思叫做再一次 对吧第二层含义表示向后back 第一层意思啊是再一次第二层意思表示再一次 第三层意思表示什么呢 表示相反就是against 他有这样常见的三层含义 再一次向后和相反 把这re的三个意思讲到啊 以后就没有再别没有再别的意思 再有别的意思了啊 你看这样的一个行为动作 就是妈妈数了孩子 这叫做rebuke reprove 其实就是一种批评啊 当年我们也都被批评过是吧 大家看这边第一个叫reprove prue叫什么是不是叫证明啊 那re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相反 举反证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叫做 谴责斥责反对啊 比如你跟你妈说这事是这么的 你妈上来就趴就给你打倒了 你看这是这样的吗 你看看这个 100句等着你啊 这个叫做反对谴责 啊 谴责啊 好下一个单词 这个词通过谁去记呢 举反证啊 叫谴责反对啊 下面这个单词通过approach去记 approach表什么意思 approach就是接近啊 对不对 哎接近你 咱说一个人可接近的 approachable 就是一个人很nice 对吧 和爱可情这种感觉 那re呢还是取一个相反 啊就是不可接近 哎呦这种人 千万离他远点 张嘴就骂 那那叫不接近的还是责备斥责 叫reproach啊reproach啊 好看下面下一个单词叫reprimant 这个通过谁去记呢 通过command去记command 告诉老师高中咱们学的一词 叫什么意思来的 是不是叫做命令啊 对不对 是不是叫做命令 对不对 那re呢还是表示相反 反对命令啊 比如班长说个事你立刻给他绝了 那肯定你还是斥责他嘛 斥责 谴责叫reprimant reproach reprimant 是不是咱前两天已经讲过了 反抓一把 反回来身抓人一把 这个也是叫什么 叫指责 不要走神啊 你同学开始走神了 就是一回头 这种感觉 你怎么怎么怎么样 回身去指责他啊 也是指责啊 反抓一把指责 最后一个词叫rebuke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单词 这个是最重要的这四个里面啊 这五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词 他呢通过谐音记就是不可 你看通过拼音是不是 不恶物不 可额可 对不对 不可 不可以这样做 也是谴责啊 所以把这几个词跟老师过一遍啊 看一看就re开头这几个词 第一个 举反证 谴责反对 不接近你 这人不可接近啊 然后不要接近的东西跟他是相反方向的啊 不是越来越近是背道而驰这种感觉 这个叫做谴责 不服从命令谴责啊 看看反抓一把还是谴责 这是不可以还是谴责都是谴责 意思都一样啊 不用区别都是re开头的都是一样的啊 在阅读里面啊 我们做改写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啊 好看下边啊下一组词 看这个图片有没有想起自己小时候 有吗 看看 那个时候也不用学习也除了吃就是睡啊 再就是哄啊 再就是玩 这个叫做dote 对不对 叫做dote 逆爱 啊 这个单词大家可以通过一个谐音记忆记啊 就是逗他 对不对 从小逗他玩 啊 从小逗他啊 dote 把这下面的词写一下啊 第一个词dote dote 这三个是同根的啊 都表示给予跟给有关啊 表示给予的意思 那时候真好是吧 心想现在回顾过去 还是幼儿园好混 是吧 上了小学就不好混了 上午学书法 下午列散打啊 初中高中啊 各种补课 对吧 到了大学 你发现还得背单词 回顾过去啊 受过教育这个二十多年 回首过去二十几年 还是幼儿园好混啊 所以我为什么我说 咱们现在有没有怀孕的同学 当妈妈的即将当妈妈 mother to be 有吗 怀孕时候就背单词 对不对 有工作的同学啊 当妈的啊 孩子生出来词汇量就八千 大家都少遭罪 对吧 男同学也是啊 媳妇怀孕的时候 你就干嘛 在家给放那万词班 在家就给放那曲跟万词班录音 那孩子生出来 词汇量就八千 对吧 这都省劲了 孩子也省劲 你们也省劲 啊 那把这几个单词啊 写一简 啊 啊 啊 怀孕时候来报班啊 那时候欢迎啊 好 这个dote这个词根啊 是表示跟给有关 那哪个词呢 咱们这个词根也其实学过最简单的词就是他 大家看有没有见过这个词叫做donate donate有见过吗 donation blood donation 是不是要给啊 你啥没有 来我这给你 那我也给你 捐献捐赠捐赠 捐赠不就是给吗 大家一起往灾区给东西 哎 这个叫做捐赠捐献就给 那所谓溺爱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就是一味的给予 就是一直给 是吧 啊 我想要不停的要 要到你 想他 什么都要 一直要一直给 啊 那如果我们说叫做adulting mother 该怎么理解 adulting mother 那就是什么 就是溺爱孩子的母亲 就是这妈要啥给啥 你看你们家是不是这样啊 就是你妈从来没拒绝过你啊 反正要买什么吃的穿的用的啊 所以就是溺爱啊 适当学会拒绝啊 男生还是啊 那穷养 对吧 男生别从小就是马沙拉蒂是吧 限量款 是吧 求鞋 这那没必要 对吧 女生呢 富养富养就富养点了 是吧 那让从小女孩什么都见过 别到时候哪个男孩给了 给块糖就跟着走了 那不行啊 是吧 啊 doting啊 下一个单词叫做indow啊 indow这个单词挺好的啊 他在新概念四当中也有 要是要第一个意思要捐赠 所以他第一个同意词等于谁 等于 donate 第一个还是捐赠啊 第二个表示赋予 赋予也是给嘛 那他一般强调什么样的给 叫天生富养 be endowed with 写的旁边 他一般强调是天生就有 他天生就有一副好嗓子 这老天爷赏饭吃 说这叫做 she was endowed with a beautiful voice 当年新四当中说那个燕子能飞得很远 他天生就有这种钢铁般的翅膀上啊 天生就有钢铁般的这种肌肉 这叫做swallows are endowed with steel like muscles 啊 用这种就天生被赋予 天生就有被给的啊 一言表加强啊 所以旁边写上第二个 第一个是donate 第二其实还是就是give 就是一种天赋对吧 是这种感觉啊 天生就被给予啊 下一个单词呢 这是什么给什么 给你的东西是吧 女同学记住我出价前夜给的 给了一朵花 对吧 加一个ry dowry 叫做嫁妆 出价前夜 那妈妈从箱子里边拿出一本蓝色的啊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打开 是万词般 是这种感觉啊 取跟万词般的啊 词汇密集 是吧 结婚之后要继续把它备完啊 妈妈当年就没备完啊 把这蓝蓝皮书给他啊 这叫做给的嫁妆啊 叫做嫁妆啊 好看下一个词叫condone啊 condone这个单词表什么呢 叫做怎么给 这个意思也是离朝有点远啊 但他就是来自这个词根啊 我们写在下面 啊 看一下啊 啊 叫什么叫一起给 一起啊 给予啊 给予啊 给予你原谅啊 一起给原谅啊 啊 叫做condone 就是forgive啊 叫做forgive 一起给你原谅啊 啊 紫微不说吗 人生最大的美德就是原谅啊 啊 condone啊 其实还有一个词也是来自于他前一段时间香港啊 啊 那个事情大家啊 香港市民他们反对的一个事情就这个词叫 extradite 啊 名词就是extradition 天台湾结尾就名词 我就不写名词了啊 这是往哪给 他也是来自这个词 你可以写在旁边 就是dote 原因和他往哪给往外 给出去 就赶紧把它给给拿走 赶紧把它拿走 把这个杀人犯赶紧送回台湾省 别来的我们香港呆着 赶紧把这杀人犯送回台湾省 别在我们呆着 所以这叫做呢叫做引渡啊 这个也是他基本生活当中是说不到的 但说到呢 就是这词 咱们学法律的呀 学新闻的就认识认识啊 生活当中没有 你就把我引渡到我四舅们家 没有 就假期我妈嫌我太吵了 引渡到我老子家 就用不上啊 叫做引渡你看extra嘛 还是一种像额外向外的感觉 那这个给给出去 extradite 你可以把它写一下 学新闻的啊 或学法律的这个相关专业的就认识认识 要生活当中其实是说不到的 extradite 还是来这个词给 给出去 一起给的是原谅 给了一个花是嫁妆 加强给这个叫做in doubt with 他表示的意思叫做给予 逗他的是溺爱 好那溺爱下面我们来补充 这样几个单词动手写一写啊 动手写一写啊 动手写一写第一个词叫 in doubt 啊 in doubt 表示的意思叫纵容溺爱 啊 放纵啊 比如说我们说叫做沉溺于 都可以用这个单词比如说 in doubt myself in my study 大家听到吗 叫 in doubt myself in my study 就是把自己完全沉浸在研究当中 in doubt myself in 或into都行啊 第一个就表示沉浸于什么事情 第二个就是我们说放纵自己啊 完全这种放纵自己这种无节制的消费啊 都行啊 大家可以通过谐音记记它的名词叫 in doubt in doubt 之死 对不对 in doubt 这个词因为它在六级里就已经常常见了啊 托弗亚斯里啊 专四人都已经比较常见 in doubt 对不对 in doubt 之死叫做放纵沉溺啊 放纵沉溺啊 好看下一个词叫做pamper啊 pamper这个单词呢啊 大家知不知道一个品牌小的时候有没有用过 叫邦宝氏止尿库有用过它吗 邦宝氏止尿库有用过吗 突然来了个大脸啊 哎 大家看p这个词它其实跟谁同源是跟手掌这个词 就把你捧到手心里 看这种感觉吧 你是我的优乐美 这个 这差别有点有点古老啊 当年这是 对吧 皇上用过的啊 你是我的优乐美 把你捧到手心里 能理解吧 把你捧到手心里 所以这个也叫溺爱 叫做pamper啊 pamper 这个杯子确实有点老啊 因为 只是在我爸这儿是吧 所以这就是老人的杯子 你可以理解啊 都是这种 还不能弄到那个花那个粉 那都是少男少女弄的啊 邦宝氏啊 就这个单词青花词啊 古董啊 好看下边啊 下一个单词啊 叫做coset啊 coset这个单词也叫做啊 宠爱或者是纵容啊 后半部分他影视的是seet cos是con的变形 就共同一起嘛 就是把你团团围坐 比如你在中间 你看家里怎么宠你的时候 咱们看那个生baby的时候 是不是baby在中间床上躺着 然后姥姥姥爷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是不是把你给围起来啊 你围坐在中间 就是这种团宠的感觉 对不对 团宠 咱们赵晓晓今天来了吗 团宠 晓晓你来了吗 被抽中的那位团宠 第一位团宠 没来啊 白宠了 来了啊 我要单词过万 是小小吗 啊 好看一下啊 叫做团团为座啊 好看下边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codo codo和mollycodo 啊 这两个一样的放到一起啊 这两个主要还是托福和gre的同学 背一背 是北美考试的词汇啊 也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啊 浇灌宠爱啊 叫做浇灌啊 宠爱的意思啊 作为动词仍然还是啊 叫极物动词 仍然还是极物动词 说don't codo the child don't codo the child don't codo the child 就是spoil 一样 就是spoil mollycodo跟他意思一样 codo somebody mollycodo somebody 都是表示宠溺 啊 叫做宠溺啊 你看这男生宠溺女朋友的时候 是吧 那种感觉啊 他这个词的词源 其实意思的就离点远啊 但我还是解释一下 他实际上跟谁同缘 他跟这个词同缘 就是calorie 啊 他前面其实影射的是跟谁有关 跟热量有关 就是卡路里 从温暖到宠溺 一直慢慢啊 给你升温啊 是这种感觉 叫做宠爱的意思啊 来咱们把这几个词啊 跟老师过一下 第一个叫做淫荡 淡之 叫做放纵啊 逆爱 纵容 逆爱纵容啊 第二个单词 邦宝是pamper 来自于手掌 你看两个PP 两个手掌 把你捧到手心里去爱慕啊 叫做逆爱 cause it sit是做的意思 是sit的变形啊 cos是包围 共同一起嘛 把你包在中间啊 叫做宠爱纵容 codo和mollycodo 都是逆爱的意思啊 那doting这个也知道一下啊 就doting mother 啊 逆爱孩子的下场就是自己最后管不了 一定的 当年我们在行动方上课呢 那时候很多年09年10年那时候 那时候vip中心有一个孩子 哪儿的人我就不说了啊 然后他们家就给他报雅思嘛 那报了150万的雅思 那家里 然后那小男孩呢 就是 跟老师所有老师都认识 因为我们讲考研的老师也都在那地方上 vip嘛 就都是那种卡座一对一的那种 报了150万的雅思 那最后呢 雅思考了5.5 这就是你这么宠 就反正家里什么也不管 反正就给你报150万 你天天 因为他一个小时1000块 那个时候啊 一个小时1000块钱 反正就是天天在那学 你学了一年半啊 最后雅思考5.5 这个其实就是不学就不行 你还是得啊 还是得自己得得得使劲 嗯 有钱的还是挺挺确实是 在北京千万别说自己有钱 对吧 因为你不知道北京的有钱人到底有多有钱 好 来看一下啊 这边第一个啊 reproof 还记得吗 这几个re开头的词啊 不可以rebuke 说不可 还有不接近啊 reproach 都是谴责 还有不服从命令 reprimound reprimound 不可以不接近 不服从命令啊 举反正 这都是谴责啊 都是谴责啊 下一个词 dote on on him lovingly watching them doting on him lovingly 就是这种看着他们溺爱着他 对不对 溺爱的意思 逗他 所以通过这个例句 大家也能看到它的一个用法 dote on somebody 写上吧 对不对 dote on dote on 好 好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啊 下一个单词 下个词 来读一下 叫做eminent 啊 这也是所有考试的通考词 所有考试的通考词 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啊 今天来上课的肯定有卖盗版的 对吧 卖盗版的东西你也得听一听 你这都卖了我好几轮盗版了 那我已经养活你大家人了 你自己也把单词学一学 别老卖盗版 万一学会了是不是也是可以自己开班啥的 对吧 嗯 你别自己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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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6G盗版 然后一个词没会 那多悲哀呀 现在就买盗版吗 其实说实话这事我也可以理解了 但是我当然我因为我当年也买过盗版 所以我没有资格去抨击那些买盗版的同学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一天有钱的时候 你记得欠根哥一个正版就行了 就当年我上学的时候我也买过周杰伦的盗版cd 那时候确实真没钱啊 我也那当时你想一想那2000年出的时候 那一张cd70块钱 当年90年代是买王菲的一张cd 也是60到65 那时候90年代你想想那真没钱 那你就你想听怎么办 那买盗版 但是后来赚钱的时候 你就飞去香港开一场演唱会 就知道啊 这是给你自己的青春给那些盗版做一个交代 也像你的偶像赔罪啊 当年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们买盗版的同学 看盗版也是记住啊 以后条件宽裕的时候 别忘了支持根哥一个正版就行了啊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啊叫做eminent eminent表示的意思叫做即将来临 谁都有手头不宽裕的时候啊 写下来了吧这几个词啊 比如说我们说eminent disaster 叫即将来临的灾难 对不对 eminent disaster啊 即将来临的战争爆发的战争 转发里面说的是他eminent war啊 这用就行了啊 写两个短语就明白怎么用就行了啊 好那这里面这个min这个词根啊 我说一下min啊这个词根啊 它其实本身表现的意思叫做突出啊 就向外突起的感觉 哪个词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词根呢 我们学过最简单的单词啊 其实就是山这个单词就是mountain 就是来自这个词根啊 向外突起 你看这个山字的写法是不是这样写的 你看山的那个是吧 哎这都是啊突起的感觉啊 有突出的那都是平的那就不行了 平的那就是平原了对不对 突起突出来的感觉啊 那这里面i am 你看看这个叫还没突出来的 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即将来临 或者你想想在里面突起这样想也行 这事呢在心里吊着 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通过短语去记好记一些 eminent war imminent disaster 啊这向哪图 这俩就是所有考试的图考词 而且这非常重要的通考词 非常高频的通考词 阅读里的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哎 重点学校 哎 这就是这个词啊重点的啊 揭出的重要的啊 好那最后一个啊叫 preeminent 叫什么呢 他语气更强烈那叫什么叫卓越的 但其实就在结出词前面再加个结出之前更结出 所以这几个词看大家给老师读一遍啊 我当年把这三个词串到一起去记 你看他是这样的一个造词看 eminent在这儿呢 从这儿断开 有名有名更有名 说一遍汉语啊 prominent eminent preeminent 杰出杰出十分杰出 有名有名更有名 这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语气上更强烈一些啊 来给老师读一遍啊 eminent在里面没突出是即将突出 这是没突出来的是即将来临啊 下面三个词意思都一样 向前向外啊 有名有名更有名 啊更有名更卓越啊 好看下面这两个单词啊 这两个单词呢 是即将发生的同一词啊 即将发生同一词啊 那这第一个叫impending 用法跟他一样 他的动词原型是impend 啊表示一个事情啊 就是怎么样 will happen will occur 即将发生即将到来 那加上ing之后呢 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动词原型 但这个一般其实他用 形容词用的是比较多的 动词一般用的不是特别多啊 比如说啊 欧洲即将发生具有历史意义的 这种事件 事变 那你可以叫做 crucial events impend in Europe 所以作为动词来讲 其实就是发生 就是will happen will occur 一样的 即将发生 但是他在考试的时候 你见到一般都是ing 一般都是形容词 好 即将发生的 即将来临的 啊即将发生迫在眉睫的啊 最后一个就更好记了 因为他来自谁啊 说coming就是来嘛 就是快来了 叫即将发生的 false coming impending 啊 好 看这个图片啊回一回一 好下面这个单词叫做 obsolete 那看看他啊 有数据下来啊 Obsolate 啊 Obsolate 表示的意思叫做废弃啊 或者我们叫做过时的 这东西你们肯定没用过了 你们知道当年八十年代末的时候 八十年代末的时候 这个false 你看你看吧 就是拿大个大的时候一定是 这天线不锁在里面吗 没事的时候还得用牙咬在马路上 然后这样子完再打 喂 你看这平时不用的时候这样 哗一按 然后 就显得特牛的样子啊 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印象特小的时候 就看那个有钱人啊 基本都是这样的这种感觉 叫做过时啊 过时咱们在以前学过什么样的词 比如说old fashioned 可以这样吧 old fashioned 或out of date 都行 那这个形容词在使用的时候 形容词修是名词 直接用就行了 比如说过时的武器 你看那美国卖台湾 是不是都卖那种旧武器啊 这个叫做 Obsolate Weapons Obsolate Weapons 直接用就行了啊 那他为什么我们所说的叫做 过时的 或者我们叫做 废弃的 这个大家通过一个联想记忆记 就通过soge记 就剩下这么一个了 你卖的很少 像咱们去商场当中 哎呦这最后剩一个了 那这就怎么着 基本上是大家不要的东西了 你这样想一想啊 最后剩下一个的 这个叫做过时 过时的很陈旧的 过时的废弃的 就是no longer useful 能力吧 no longer useful because something newer and better has been invented 就因为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了 这个时候我们旧的东西就叫做 Obsolate 他的英文解释能听懂吧 叫做no longer useful because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newer and better has been invented 因为有新发明了 那旧东西不要 Obsolate 记住啊 就剩下一个的东西 这是过时的 好看这个单词叫做outmode outmode这个单词它来自于谁 来自于mode mode呢本身表示时尚的意思 大家以前有听过一个词叫模特 听过这个词吧 模特必然时尚 咱们看大表姐 对不对 非常时尚的 你不能说那模特 在什么纽约时装中一穿的衣服一看就特特特特特不好 那反正他们穿特不好也那叫那叫复古就叫 咱们在马路上如果穿的八十年八十年代 那叫做什么 那叫丑 人家穿八十年代那就叫复古了 所以这就是职业所决定的啊 所以想想啊 模特很时尚 那out呢表示时尚之外 所以也叫过时 那也叫做过时的啊 过时的outmode的 那这个单词大家通过谁是记忆呢 通过另外一个单叫antique 见过这个单词吗 叫做古董 有见过这个单词吗 叫做古董 对 颜值和身材决定 那其实就是你身材好 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啊 你身材特别好 你就穿一个优衣裤的三十块钱的T恤 大家也会觉得你特别有气质 那如果你身材不好 整个状态不好 你披什么东西 大家也以为是山寨的 那其实也是啊 这个anti呢 这里面你看他叫古董 所以这里面他应该影射的是谁 他是不是应该影射的是他 是不是他应该影射的是他 就是之前嘛 很早之前的东西啊 这才叫做古董 叫做antique 哎叫做antique 这里面不是反啊 他虽然他跟反长的一样啊 但这里面你从他的意思来看 他应该影射的是之前 是原因上发现变形了 老古董 所以这个也叫过时啊 过时咱们今天又讲了三个词 记住啊 除了以前咱们学的out of date 或old fashion 除了这两个词以外 那第一个叫做 就剩下一个了这样的东西 大哥大 我们家就留着一个电视机 胶卷 科达 这都叫过时的东西 还有时尚以外 先记住 模特叫model 那mode叫时尚 时尚之外过时啊 antique还是啊 古董也叫做过时啊 过时的啊 好 把这词写下来 用手写 叫做discard 读一读啊 discard cardiac cardinal caudio concord discord 有个同学非常好啊 我发现其实现在一直跟着上课的啊 30多节课能真正跟下来40多节课一公啊 就是那些同学啊 听众随时都有 但是退去的才是知音 退去留下来的啊 不是退去的啊 退去留下来的才是知音啊 时代过后啊 历经三个月后 留下来的 起来了吗 坚持不住了 坚持不住来亲一下 马上休息啊 把这组词讲完咱们休息啊 首先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啊 明白什么叫discard 现在明白了吧 明白什么叫discard吧 这纸不要了 它有纸叫什么呢 叫做to throw away something useless throw away something useless 啊 就是扔掉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啊 比如这鞋那太旧了都漏了扔掉 这都叫discard啊 都叫discard啊 好先看这个词根啊 card和cord 他在拉丁词根当中 他本身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他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他表示的意思叫做啊 叫做这个这个这个 心脏啊 表示heart 是跟心有关啊 咱们通过打扑克牌去计也行 你想想打扑克牌里最大的是谁 除了王以外 那最大的是不是就是黑桃和红桃嘛 对不对 黑心和红心啊 另外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在什么电子产品上见过这个单词吗 core这个词 咱们经常说discard 双核处理器 能理解吧 双核处理这个核一般啊 都用到这个单词 所以card和cord知道一下啊 是跟心有关 这个词跟心有关 那this呢 就是表示的是什么 表示的是apart 离开这个心嘛 离心的感觉 这个叫做丢弃了 跟你的心不在一起了 放弃你啊 放弃丢弃的意思 比如说 丢弃这个纸张 discard paper 对吧 discard materials 把这些材料都丢弃啊 用他都行啊 都可以用他啊 那他第二个层海艺 咱们以后去澳门的时候还表什么的 就是打牌当中的什么的 打出牌不想要了 你就这把牌啊 我一看啊 全都是阿拉伯数字 没有穿马褂的 勾圈凯全没有 没有穿衣服的 全是阿拉伯数字 这把牌不要 不想要的牌啊 不想要的这把牌啊 这也是他啊 但你要常考的意思 还是考丢弃这个意思啊 丢弃放弃啊 丢弃抛弃 这个意思用的比较多啊 好看下边啊 第一个单词叫做 cardiac 叫做心脏的 这个学医的东西就要记一下了 因为你们以后学什么心脏相关的专业词汇 都是由这个词根啊 构成的啊 心脏的 比如说cardiac disease 这些能力吧 就是我们发现什么意思 heart attack 心脏病 对不对 就是我们所说的啊 叫做心脏病 比如说我们还有什么 cardiac surgery surgery的这个怎么理解 就是心脏的手术 它其实相当就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心脏的of heart 就是跟heart相关啊 就是heart的意思 所以在考试当中 如果他有考点的话 他考同一词一定是heart 没有别的词啊 好 你喜欢看下面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叫做cardinal cardinal 表示的意思叫做啊 主要的 首要的 这个词再注意啊 他表示的是最重要 你首要吧 所以他没有比较极和最高级 他是没有比较极和最高级的啊 首要重要 这个大家把它想成印 你看印在里面啊 在你心里面的 想想在你心里面的那个人是谁 他就是最重要的 在你心里面的那个人啊 他就是最重要的形容词 考试当中注意 首要的主要 我们说可以等于谁 我们说fundamental 也行 对不对 very very important and the basic very very important and the basic 啊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造一个短语 你可以听一下叫cardinal importance 等你解决的意思 反正就是至关重要 我们就这么翻 明白哦 cardinal importance 那个importance我就不写了啊 你要是怕记不住 你就写个短语写个浪线啊 比如说再举例说cardinal rules 一些什么的最基本的要求 cardinal rules都行 形容词还是啊 在心里的 记住老师的解释 重要啊 好 下一单词叫什么 叫做cardial cardial这个单词叫做热心热情 啊 叫做热心热情 还是跟什么有关 他还是跟心有关 在你心里的 咱们说这个人啊 很热心啊 比如说 call you welcome 那就我们怎么翻 叫做非常热烈的欢迎 能理解吧 热烈的欢迎 叫热心第二个很真诚的真诚就是很有心很用心的啊 很有心很用心的感觉 他这俩词是容易毁销的啊 我说一下当年我在记的时候怎么去记啊 后来就再也没有哄过 你就记住in在里面 所以这组词你要讲单词吗 我反复强调万词般的理念一定多讲 就是在心里面 用in这个词这叫做重要 另外那个单词呢叫什么呢 叫做call you 对红语啊 对红语主教也是这个单词啊 也是他啊 但咱们考试的时候你就记住形容词就行 考试因为咱们还是看这个考试的意思啊 cardinal啊 cardinal红语主教就是主要嘛 首要啊 这个是热心啊 热心真诚啊 热心真诚啊 好看下一个单词啊 下面这两个单词都能理解吧 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在路上啊 心在一起叫一致 那心不在一起了 他的心啊 已经不再跟党的心在一起 那这就不一致啊 好 把这几个词给老师过一下啊 第一个discard 抛弃 这把牌我不要了 我铺个牌去记也行 不要这把牌 所以叫做放弃啊 下一个心脏的cardiac cardinal在心里的重要 cardial用心真诚 热心热情 像coldu coldu啊 这俩不一样啊 这俩一定要区别开啊 意思不太一样的啊 心在一起一致 心不在一起不一致啊 那来咱们看这个词能理解吧 像electrocardiogram 这个怎么理解 Electrogram G-R-A-M啊 哎 这就能看懂了吧 这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词确实是啊 长 但是他好记 他不一定很好写 Electrocardiogram 啊 Electrocardiogram啊 心电图啊 跟心有关的啊 知道就行了啊 好 那最后看两个单词啊 第一个单词叫做ditch啊 ditch ditch这个单词呢 我觉得其实还是挺难的 但当年在四级考试里的时候 出现的时候 他在定位剧出现了 99%的人都不认识 这个其实就比较难啊 这四级考这个词确实非常难啊 他表示的意思也叫做丢弃啊 或者我们叫什么呢 叫做抛弃啊 丢弃或抛弃 不想要了这个东西 比如说啊 叫放弃了这个计划 你可以叫做啊 ditch the plan ditch the practice 摆脱了这种做法 不想要了啊 他也可以表示人之间的这种丢弃 咱们有没有被劈腿过 是吧 有吧 对吧 他说 我不想要你了 对吧 因为你词汇量太低了 不上完万词班 不要回来找我 然后直接把你拉黑了 这样才导致你拼了命的来学习万词班 是吧 这也叫做把情人之间的这种给甩了 我们常说他被甩了 啊 she ditched him 女他把男他给甩了 啊 因为词汇量过低啊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谐音记一记 你看ditch ditch ditch 就是丢弃 啊 是吧 哎 叫做丢弃啊 啊 这要知道一下啊 好 好 继续来来看看下边啊 下一个啊 那个时候我去夏威夷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词 刚才就讲到了啊 抛弃了那种城市的喧嚣 抛弃啊 丢弃用的就是这个词去广告 一架机场就看到写这个词了 下一个jettison 这个单词来看一下啊 jettison表示的意思 有指在公交车上 行驶的公交车上 交通公交往外丢东西 就是 飞车 抛物 大家看过吧 飞车抛物啊 这个叫jettison 他这个是来自于jet Jett Jett有飞机会喷出的意思吗 忽然之间开车窗 喷出一个东西啊 喷射这个词有这个意思啊 他也是表示丢弃的意思 有指在交通上jettison something jettison 就是丢弃中国谐音机 ditch 啊 ditch 就是排不要了 还是抛弃啊 抛弃啊 好 我们上一个厕所啊 啊 小马哥接一下麦 嗯 上一个厕所放一下哥 三分钟之后再回来啊 十点下课啊 一切正常啊 对啊 大概三分钟很快的哈 你咱们一个小时都很快就过来了啊 三分钟也会很快啊 刚回来哈 对啊 差不多喝口水上个厕所就得了啊 来看这个单词啊 叫obvious obvious这个单词下 比较简单 叫做明显 这个在以前上上学的时候 做题的时候都碰到过吧 就是很显著的一个景性 警示标志 你看这个就是一般用黄色啊 叫做obvious sign 对不对 这种很明显的标志 明显的记号 something is obvious obviously 显而易见 对不对 都行啊 用它都可以啊 好 看下面这三个词啊 这三个词呢 我要说一下啊 它表示明显的 或者什么叫做啊 显然的 但它一般全都表示贬义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在阅读句子当中啊 看到这三个表示明显的词 一般来说这句子都是表示负向概念的句子 表示不好的事情啊 非常明显 一般都表示不好的事情非常的明显 啊 好 blatant的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叫做啊 公然的明显的啊 公然的明显的啊 比如说我们常说公然的歧视 你可以叫做blatant discrimination 这个词看听过没 discrimination 对不对 blatant discrimination 或者比如说啊 公然的这种啊 企图 公然有什么什么样的一个谎言 赤裸裸的撒谎 blatant lie 都可以 大家同学们哎 其实都是可以的啊 都可以用这个单词啊 那他通过谁去去 他为什么叫做很明显 他前半部分其实来自于谁 要来就blow 就吹这个词 你看我们生活当中 你看吹气的时候鼓起来 是这种感觉啊 吹起来的感觉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很公然啊 公然明显的啊 强调是膨胀起来的一个状态啊 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flagrant啊 flagrant这个单词意思相同 他可以跟谁放在一块耳机呢 还有一个单词啊 叫做fragrant 女同学看这个有没有见过 看这个单词有见过吗 这俩你可以放到一起 一个l 一个r r呢你就把它想成一朵花 r 大家注意啊 你就把它想成一朵花 那l呢就想成一个陶大粪的粪勺 那一个叫芳香 一个叫臭名昭著 这俩看到一起啊 下面这个词叫芳香的 有花是芳香的 女同学现在咱们商场里很多同学说我买什么香粪 原来我听身边的有朋友就讲什么香粪 香粪 我到底说到底是香还是粪 一看啊 不是那粪 最开始也不懂了 我说买香粪 那到底是香还是粪呢 然后人家是气氛的粪 对吧 实际就是芳香 我说那就买 什么香味剂就完了呗 对吧 那多土啊 那叫香粪啊 就是就是散发那香味的那东西啊 所以再知道一下R啊 这是芳香啊 上面这个L呢 这个词还有一个叫臭名昭著 他除了表示臭名昭著的话呢 第二层含义也表示公然 公然违抗 臭名昭著的 就是很明显的 臭名昭著嘛 也是很明显 因为不好的事情而明显 这叫臭名昭著 那他呢 其实也有表什么意思 叫做 什么呀 叫做我们所说叫做这个这个这个 公然啊 叫做公然的 比如说一些公然的违抗啊 公然的这种啊 歧视跟他其实用法是相同的 形容词做什么呢 形容词做定理修是名词啊 咱们经常会听说什么 公然的违反啊 叫flagrant bridge of law 比如说flagrant abuse 对不对啊 公公然的这种虐待都行啊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overed overed也是表这个意思明显公开 他通过谁去记呢 他通过covered去记 他通过covered covered叫什么意思 cover是要盖住 大家能看懂吗 这把它盖上啊 把它给盖上啊 这种感觉啊 那c呢 是一个包围结构 你看这是c是一个盖一样 看就是c字母吧 这里盖上 那把c拿掉露出来啊 叫做明显 一个是秘密的 covered叫秘密的啊 秘密啊 这个叫做公然明显 一个是秘密啊 一个是公然明显 把这几个放到一起啊 好来把这三个词读一下啊 第一个单词叫做obvious 显然blatant来就blow 吹起来的啊 叫做明显的公然的flagrant 这个词通过谁记记 通过fragrant 这个是当年我上学的时候 看那个gre的红宝书 于老师讲单词就这样讲的 哎我当时看挺有意思 一下就记住了啊 一个r一个l 这个行进词的对照啊 啊 花是芳香l 陶大粪的粪勺 叫臭名昭柱啊 臭名昭柱嘛 柱也是显柱嘛 所以这也是显柱公然啊 最后一个叫做什么呢 明显 这三个都是表着不太好的明显啊 不太好事情的明显啊 好了把这个例句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来来这个词还记不记得来 先不要看下面的翻译啊 avert 这是昨天的词吧 avert your eyes avoid avoid avert 能想起来吗 这个单词 形容词就是名词爱 叫避免即将来临的这种崩盘 能理解吧 以避免啊 医疗啊 体系 医疗体系 那即将到来的这种崩盘 叫做avert in and collapse 坍塌这个单词啊 挺好的啊 还能能想起来啊 没想想要加油了 就是我们昨天晚上的词啊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obsolate 叫做废弃的过时的 啊 形容词他也修饰的是谁 修饰名词吧 说the entire places are littered Littered 这些英式用词 亚斯文可以看一下 叫到处堆满 因为他名词叫垃圾 垃圾 动词叫做乱摆乱放啊 Litter 叫堆满 就垃圾这个单词啊 整个地方都堆满了这种废弃的啊 无法使用的设备啊 无法使用的设备啊 好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啊 ditch啊 discard 这把牌我不要了 叫丢弃啊 抛弃这些结论 抛弃 抛弃啊 最后一个单词呢 叫做obvious conflict 明显的冲突 形容词还是修饰名 他没有什么搭配 通过例句再强化一下就行了啊 明显的冲突叫做obvious conflict obvious conflict 所以还是单词背完之后一定要多读 多读东西才敢去用 因为现在我给大家讲 我现在我给大家输入的信息呢 都是基础信息 因为词汇和语法都是基础信息 那脑子里有这个单词之后 我们这时候要去读东西 你就知道了啊 原来dote后面接的是on dote on somebody 这个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啊 这个词原来你 至少你阅读的时候 你知道是溺爱谁 但你通过这个阅读当中 去积累它的用法 当你看到文章里 新闻里这么写了 下次你就能输出 要否则还是不敢输出 或输出 或有误 大家懂得解吧 因为我不太现实说 咱们讲这三四千个单词 每个单词咱们造一个例句 那就讲不完了 那就更讲不完了 所以呢我可能会把有用法的 给大家说一下 那把这个词认识之后 后半程 就大家就要自己去看东西了 哪怕你不看我给你的语料 你多看看托福阅读 雅思阅读 看看考研阅读 看看你对应考试的 或者是说 我们看看外刊语料什么都行 这个时候就把知识点 碎片知识点再重新整合 然后最后做一个有效输出 就学习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我们来看一下片 下一个 叫做intact 看美剧也是经常要看 经常要看 因为你比如你看一个美剧当中 你发现哎呦这字幕当中 这词更歌前两天 这个更歌讲过 你就愿意来上课 你就愿意来上课了 好看这单词叫做intact intact 缘分不动的 或者我们叫做完整的都行 who 对不对 integro 缘分不动的 完整的 大家能看到这个例句吧 看有一个完整的恐龙 就能看懂吗 这条例句当中 它说scientists puzzled by nearly intact dinosaur 是一个很完整的 这样一个恐龙的化石 dinosaur fossil 完整的恐龙化石 好把这三个字写下来啊 这个词根其实还是蛮好理解的 就tact这个词根 它本身表示接触的意思 哪个词能佐重它 哪个词可以佐重它 是这个单词吧 大家有学过吧 就是这个词是可以佐重它的 跟什么有关 跟接触有关 对不对 他跟接触啊 联系接触有关 都跟他有一些关系啊 这叫做大家一起接触嘛 先看到东西吧 你碰我我也碰你 来摸一下你的脸 把你捧到手心里 是这种感觉 这叫有接触 那上面这个单词该怎么理解 看看他 im表是什么 im表什么 形容词 咱们是不是在之前跟大家说了 形容词表示 否定 就是没有被碰过 所以这叫完好无损 基础老师的解释啊 没有被碰过 叫做完好无损的 啊 叫做完好无损的 或者叫完整的都行 从小你看同学 没被爸妈打过啊 完好无损 完整的活到了现在啊 胳膊腿都是保存完好 这个意思啊 好 那看再看一个单词啊 叫做tactile 这也是啊 留学里面 雅思里面 托福里面的词 那其实这就翻译成什么意思 就是跟接触有关吗 形容词叫做触觉的啊 触觉的啊 触觉的啊 触觉的接触的啊 比如说叫做tactile stimulus stimulus 我造一个短语啊 大家也是可以感受一下 tactile stimulus 那这个该怎么翻 就是触觉上的这种刺激 对吧 触觉刺激 比如tactile communication 触觉交流 触觉的啊 就知道一下啊 就是跟接触有关 这个组词 你一定要想contact才能记住 要不然记不住啊 好看下面这两个单词啊 下面这两个单词啊 下面这两个单词 第一个叫做传染 旁边写上同一词 不要写汉语语词啊 写上高中词 来个词 infection 看到这个单词了吧 写上这个词叫infection 感染 那这个为什么大家写在它下面 能看懂吗 为什么我把这两个单词 写到它的下面 我这样写就能看懂 tact 是变成了tag和tig吗 是不是它是一样的啊 它跟它是一样的啊 跟接触这个词 跟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那传染就是一起接触嘛 大家一起相互接触 这个叫做传染感染 它有指就是指接触性传染啊 不通过空气和水 不是说来阵风咱俩就都有病了 不是那意思啊 通过接触啊 比如我这个这个这个什么的汗线啊 我的这个眼泪碰到你的眼泪啊 这个叫做通过接触的传染 它的形容词呢 就是contagious 用的就是这个词啊 形容词后面ious啊 它除了表示医学当中 我们所说的接触性传染以外 它还可以翻译成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强调就是这种氛围上的 这种什么这种感染 或者叫做蔓延 听懂了吗 表示这种情感啊 氛围上的这种感染 蔓延标注一些 括号的情况 还可以表示感情上的 氛围上的啊 比如说我造一个短语 听一下啊 说contagion of fear spread from city to city 这个短语能听懂吗 contagion of fear fear spread from city to city 就是这个什么样的一种恐惧感 哎这种蔓延的恐惧感非常好 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的这种恐惧感 所以他讲的是这种情感上的抽象事物的这种蔓延感染 也用它啊 这个当年六集的阅读里 就是说一个人看手机啊 周围人全看手机 是吧 这也是当年考过 考研的作文是不是也考过 考研的作文里是不是也考过 这就是看手机是传染的 这当时你要写作当中就可以用这个词 什么什么的一种感染蔓延 a contagion of a contagion of behavior 对不对 using cell phone 什么的 dining 对不对 当吃饭的时候啊 就是使用手机的这样的一种传染啊 这样的一种蔓延啊 说的是这个意思啊 下一个单词啊 叫做contiguity 他表示的意思叫做临近接触 咱们回忆回忆啊 80分钟之前 看能想起来几个啊 abot on 大约离得很近 两个东西连在一起 还有adjacent room 这三个都能想起来吗 80分钟之前8点半的时候 adjacent room adjoin abot on 都能想起来啊 好c雷啊 很好啊 离得近啊 离得近啊 这个意思一样 他也表示这个意思啊 叫做临近啊 毗临啊 他的形容词呢叫做 contiguous 形容词他结尾 我造一个短句就行了 昨天晚上我转八班 还讲这个形容词了呢 叫做 these countries are contiguous 我们这个该怎么翻 these countries are contiguous 就是我们说这些国家都怎么样 都怎么样 都接壤 对不对 这些国家都怎么样 都接壤 都是临近吗 对吧 contiguity就是他的名词 形容词我写在下面了 啊 contiguous 形容词 他做定语也行 啊 接壤的这样的地区 这样的区域 contiguous areas 啊 这样用就行了 所以这两个词 词根变形 希望同学们看清啊 没有被碰过 叫缘缝未动 接触 这是词根啊 一起接触 这叫感染传染 这俩一定要区别开就好 一个叫传染感染 一个叫做 啊 临近啊 临近接触啊 临近接触啊 好 我们继续回来看 看下边这组词 这里边呢 其实主要讲的就是这个字母组合 这里边啊 主要讲的就是这个字母组合 把这十几个词写下来 写完之后打一下1 动手写一写啊 大家这个小红色的挡板用了吗 就这个小红片片 看这能看到红字一挡 看不见了 用了哈 对自己看的时候 自己看书的时候这样挡一下 也能看到 用就行啊 对 你别到时以为这什么玩意儿呢 不知道啊 以为是什么包装纸给扔了啊 好 选择打一下1啊 读一读第一个叫做 我都支持你 读一读的 project 读一读的读的读的语音 美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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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还有这样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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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lainer 不用再背其他词汇书了 不管你考六级还考专四专八 还考考研还是考什么 都够用 足够用了 你就把大学四级和高中的那些简单词 什么acquire那词 你不认识的再背一背就完事了 好 这里面这个ST 这个字母组合我强调一下 ST这个字母组合通常跟什么有关呢 它通常是跟站立相关 下课还需要系统复习 为咱们之前说了 下次会有微信群的三次复习 第一天来上课 听一下第一节课 一会儿我再说一下微信号 一会儿我再说微信号 是跟站立有关 它一般强调的是不动的特点 就是ST开多很多词 它一般强调的是不动 我们说了所有的都够用 除了专业型考试 比如说我明天要去考一个什么 跟心脏相关的考试 那你就得自己单独背了 明天我要考一个跟机械相关的考试 那你就得单独背 其他都不用单独背 这足够用了 好 ST开多词强调的是有不动的特点 所以你看这个单词 叫做什么呢 叫做stature 对吧 statue这个单词是吧 是不是叫做雕像 自由女神 Stature of Liberty 自由你下周 要去纽约了 就能看到这个自由女神 站那儿的 是跟战友 这可不是美杜莎 这自由女神 你以为美杜莎 不是美杜莎 是自由女神 你拿个火炬 拿本书 我就告诉你们 停电也得看书 停电也得看书 就告诉大家 非常励志 那stature这个单词呢 表示身材或身高 身材和身高 也是站起来的 还是跟战力有关 身材身高 这个词还有第二层含义 如果是老学员 背过这个意思之后 第二层含义 还可以表示什么呢 还可以表示的意思 叫做reputation reputation 它表示什么意思 告诉根哥 reputation 它表示什么意思 叫做名声 对不对 叫做名声 名誉名声 两层含义都有 我写下来 好 看下一个单词叫static static学物理的记忆 叫静止 我们说那静电 就用这个单词 所以你看 它是不是强到不动的特点 这时候跟站立 身材一定站起来 你躺那儿看不出身材 站立起来的 figure 身材名声 第二个呢 叫做静止的不改变 站立不动 static electricity 对吧 静电 那有人写的stationary也是 静止 好 下一个单词 这就是考试当中 这是比较常考 交集词了 国内国外都有的词 叫做坚定的 什么叫坚定忠诚 坚定忠诚 是不是也是不动 就是不动摇 坚决拥护党的方针政策 这个前面演说的是 steady叫很稳定 statifest 读一读啊 叫做坚定忠诚的 专巴里考过他的名词 steadfastness 加一个ness 是名词 steadfastness 好 看下一个单词 读一下 叫做starchy starchy 你先能理解 为什么叫做乏味的非常守旧 你看他其实还是强调什么特点 还是强调什么特点 是不是也是 还是不动啊 对不对 就这种思想啊 还是很没守成规的 你发现这个意思都行 没守成规的 这是一个贬义词了 很平庸的 就这个戏剧 你看咱们现在有时候看电影 是不是 一看这个故事都知道猜到结尾了 这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starchy play 就是这种啊 很老套的戏剧 啊 很老套的戏剧 啊 叫starchy 也是强调这个意思啊 叫做没守成规 不动 啊 没守成规的 啊 啊 记住的时候 你可以把他后面想到dog 站在那儿 不动的 像狗 狗血技一样 把他想到dog starchy 啊 starchy 很狗血的剧情啊 你这样想一下也行啊 他其实还是强调这个st这个概念啊 就是 百年不变的这种感觉啊 下一个词叫做stolid stolid叫麻木不仁 无动于衷 你看还是强调不动吧 这讲的是这个字母组合 但大家可以通过谁去 你可以通过solid去记 solid叫什么 是不是叫固体 这个学过吗 固体界定 你看一个人呢 铁石心肠 所以叫麻木不仁 麻木无动于衷 无动于衷 叫做stolid 他们斯多格派这俩放到一起 也是啊 斯多格派强调的是什么呢 强调的是 禁欲主义 我在公开课的时候 其实也讲过一个禁欲词 那词叫什么来的 大家还记得那个单词吗 苦行僧是不是 asetic挺好 同学刷出来了啊 来自于运动那个词嘛 那这个词也是来自于希腊语啊 希腊的这个 斯多格学派 斯多格学派啊 他主张的是什么呢 创立的是这种苦行啊 苦素而简称的 而这个著称的学派 苦素 而苦行 苦修 而著称的这样一个学派 所以在考试当中呢 这两个看别混啊 Stoic叫斯多格 这是Stoly的 禁欲嘛 坚韧克己 上面这是麻木不仁 你都是情感不动 其实他都是情感上不动摇 意思都是相近的 都是相近 好 下面这个就是重点了 Stime 啊 把它想成站 站在我前面 这叫什么呢 叫阻碍 阻碍事物的发展 不让我过 比如说我要从这个过道过去 你怎么样 这么挡住 不许过 不是这种感觉 站在我前面啊 阻碍的意思 阻碍事物的发展 简单一点的词 咱们在前两天讲的什么来的 Hamper 还记得那词吗 还记得咱们在这 是不是讲了一组阻碍的词 伊乌兰那个词 Hinder Hamper 记住啊 通过一个拆分去记 你看阻碍是不是还是不动 使你动不了 这就是阻碍住 这就是阻碍住啊 Stime 下一个词stunt stunt呢 它表示的意思也叫阻碍 但一般它有指阻碍生长 阻碍植物的生命的生长 会运它 还是强调站立啊 但它还有第二个意思 叫特技 就是惊人的 你看成龙的那些特技 看过吧 什么从一百楼忽然飞身一跃 是吧 然后绑一个绳子就下来了 那叫特技也是它 因为它这个特技这个词 是来自于震惊这个词 就是stunt stunning 令人很惊讶 这个单词啊 那stunt 表示第二个意思 叫做 它两个意思 stunt 第一个名词叫特技 第二个就表示阻碍生长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立场 这个就是stand 你站哪个队呀 对吧 你是站 保守党 还是站 基进党 是国民党 还是民进党 这个叫做战队 叫做立场 叫stance stance 好下面下面这个单词叫做stance stance它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坚定的坚固的或者叫忠诚的 忠诚是不是还是想到这个意思 他跟谁一样 steadfast 他俩一样 有你 你看有一个you 看到了吗 最后两个词容易容易混啊 有你的 你很忠诚 你站那儿不动嘛 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过 这是忠诚 另外这个学一的值得还叫直学 现在明白为什么叫值吧 大家有发现这种词的规律了吧 其实st的很多特别是单音节词汇都存在这个规律 刚才我讲st有什么特别特点 站立不动的感觉 你看直学是不是强调是不动 直嘛 静止嘛 坚定不变很忠诚也是不动摇 立场 阻碍阻碍 不强调也是不动嘛 阻碍血的流动 什么也是嘛 阻止的感觉 stime和stunt 这俩是两个动词两个重点啊 有考点的 因为在这上是能出题的 这两岁上面是能出题的 这两个话是重点啊 那这两个主要就还是考托福的东西看一下 叫stolid和stoeic 叫做际遇 想想像一个物体一样 像一个物体固体一样 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石头一样 铁石金长 麻木不仁 麻木不仁 stolgy叫做 墨守成规 墨守成规 咱们在四六集里看见过它吗 叫做stereotyped 见过这个单词吗 叫做stereotyped 见过它吗 这边也是刻板印象的吗 这种墨守成规的这种感觉 也是强的不变的特点 不变的特点 steadfast 脑子里想steady 很稳固稳定 叫终诚坚定 static 静止 stature 身材身高 身材身高 好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还是老规矩 一会我们第一次复习是在11点 11点 第二次是晚上17点 就是晚上5点是第二次 然后今天晚上22点30左右 22点30左右 然后我们会有第三次 今天的三次 明天晚上注意课表 课表现在还没有更新 明天上午会更新 但提醒大家明天晚上是19点到20点30 对吧 明天是19点到20点30来上课 明天晚上19点到20点30来上课 好 加油 一定要坚持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 李宗盛